酒店的床总放着一块长布 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正用途 第一次住酒店的朋友看到床上有一块颜色 与床色不一样的长布 但是怎么想也想不出它的真正用途 不仅第一次住酒店的朋友对此感到疑惑 很多酒店常客也没能理解这块长布的真正用途 于是有很多人试图运用它 把它当作腰带 当洗澡过后穿上迷衣 然后再把这块长布绑在腰上 这看起来很不搭 也有的人当作被子使用 把整块布披在身上 如果横着放根本没有多大用处 要是竖着放就像去世的人盖上了白布 画面感十分强 于是排除了当被子的用途 那么这块长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经过酒店工作人员介绍 终于明白它的作用了 它的用途可不少 这块长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床尾巾 我国在很久的古代已经有使用了 只不过都是皇室家族才能用 一般的平民没有能力使用 因为这样的床尾巾太贵了 首先酒店房间的这块长布有着修饰作用 住个酒店朋友都知道 酒店的床单被录等都是白色的 整个房间看起来非常单调 住客住进来后处在这样的环境 如果只住意外还可以接受 要是常住就显得很压抑 于是酒店使用这样的长布放在床上 这块布都是深色的 有红色又蓝色等等 反正跟床单被录的颜色有很明显的差异 这样看起来不仅有温馨的感觉 还让房间显得很高大上 而且这种被录可不是单纯的深红色或者深蓝色 布上印着显眼的酒店名称 这样可以达到一个宣传的目的 由于这张布对于普通人来说太奇特了 不得不让人放幕观望 于是就记住了长布上的酒店名字 如果住客住的满意 那么下次他还会找这家酒店入住 酒店的这块长布还有方便住客盛放东西的作用 很多客人喜欢在床上边吃东西边看电影 有很多东西比较油腻容易弄脏白色的床单 这块长布就能方便他们在床上摆放食物 就避免了床单被弄脏的情况 主要的是防护作用 很多住客都是远行人 入住酒店时早已身心疲惫 就直接穿着鞋躺在床上 甚至有很多人住酒店时 刚洗完脚还湿漉漉的 就跳到床上会弄脏了床单 对酒店影响很大 如果顾客要求更换被入酒店会死亏 如果不要求更换被入 他整晚睡在肮脏的床上 感到酒店很差劲 下次就不来了 可怕的是 他还认为是酒店的卫生问题 把视频发到网上 酒店损失就更大了 于是这块布的作用就大了 人躺下时 脚正好能搭在长布处在的位置 对床单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那么我们在住酒店时 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安全问题可不能疏忽 虽然睡觉时把门锁好 但是也要注意门锁的安全性 有些门锁是坏的 被人误入了和不好 还要检查床单等物品 酒店的很多物品很脏 工作人员忘了更换 用了别人用过的东西 谁能受得了啊 特别要注意检查床底线 某酒店在前些日子发生的刑事案件 令人毛骨悚然 最后的问题 你住酒店时会怎么使用这块长布呢 一般的喝酒店的话 以上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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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motion 叫什么锦潇畑 感谢观看